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点减弱 但是呢我们希望艺术的种子不要灭掉 那我们透过这个节目呢 我们其实是要呼唤大家的这个艺术灵魂 也希望是给大家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效果 是 这个就像以前乡下 各位可能知道没有瓦斯炉的时候 然后那个大灶里面你是要有活种的 活种保持着 你只要散一下就起来了 我想化学这一次的录影这些线上也应该是这样 透过一个无远弗届的平台 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化学在推动的价值 还有我们都作为艺术创作者或相关工作者 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 对 因为其实新冠影响层面非常大 各行各业都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当然就艺术行业来讲 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一些化行产业 大概都比较观望 可能稍微有点点停滞 但是我们不怕 我们在这个时候正好去蓄积我们能量的时候 那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能够调到 非常阳光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是邀请魁之来上节目的 最重要的任务啊 谢谢金心姐 应该这么讲吧 就新冠肺炎其实很结构很哲学的 改变了人的方式 比方说我们见到一个朋友 我们可能会握手 可能会拥抱 但是因为这个肺炎 我们好像看着别人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 那第二个像我很常去的一些餐厅 然后他其实也有的时候就必须做外卖 其实从人类跟细菌病毒这样子 结抗跟其实刚好是一个人类全体的 大反思 我自己反而会觉得 他就是一种 张爱玲说往往的威胁 可是这个威胁里面 你也不能一直obsession 在那里的状况 人都是要为自己的生命找出路 要为团体的生活找出路 所以我想他也很结构性的改变了 就是他有很多实体的东西都消失了 可是这个消失的时候 其实也是我觉得 我们在重新看我们自己做一个人 或者做一个创作的人的时候 我们的界限跟我们可以到达的地方是什么 它是一个大反思的时代 那我觉得搞不好这段时间也很深刻改变很多人 像我最近就多很多时间创作都在我自己的工作室 影响之后你的创作有什么改变吗 是因为我算半专业在创作的人 因为我自己家出版社算很稳定 那我其实前面刚开始在这个疫病的时候 我其实带着比较大的忧患感跟警觉 我就想好过要让同事那一种分批上班 我很早就想 可是还好台湾很幸运 台湾是个宝地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已经好多天零确诊 可能大家的意识也很好 那我就到了自己的工作室 用墨用各种东西要创作的时候 其实你会把自己的状态再想一次 想一次就说 你跟众生跟其他人的生命的关联 东旧创作的状态是一个人孤独的美丽 所以我就多了很多时间在工作室 可能对着一张日本高枝麻枝 想很久很久 我开玩笑跟好友说那像禅定状态 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五点多我就起来了 我家对面是一个公园就门口 我就在前阳台看着那个阳光 开始出现鸟叫开始出来 然后突然想到佛经说的一切诸法本来空极 我就觉得好想写涅槃极境四个字 然后我就散步到工作室 看着一张纸用大毛笔就把它写下来 那一刻完成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极安静 如果不是这个心形肺炎的状态 我可能不会有一个那么安静的时刻在想一些更根本的 我自己对一个佛教徒或比较有兴趣的议题 那种很深心的思考 那所以我觉得应该对很多创作者也是如此 对华朗协会应该也是吧 就必须要彻底的改变这几个月来的状态 我先说我自己好了 理事长的工作是很繁忙 也有点点繁重 全世界都要去跑 那要去招商 然后又要去拓展贵宾关系 几乎每个月都出国 看你脸书真的是一会儿在这里 一会儿在那里 所以这两三个月下来 我觉得你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 然后你能够观看你这阵子来你的忙碌 你到底是不是有章法的 或者是你往后的路 你该怎么样去梳理 我觉得刚好这两三个月 是让我们有一个成前的机会 是 华朗协会在这个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观看的时候 因为要创造更多的这个会员服务 扩增会员的一些展讯 或者是说 因为现在比较成绩 所以能够透过一些协会的力量 能够去密合某一些关系性 我觉得这个是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 真的 然后像也跟金星杰分享 我最近常常就会看 帮我表备的人 因为以前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么安静去看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 然后我就很认真的看 比方说 吴婷伟帮我表备的东西 他怎么染那个纸去诠释 然后比方说李秀香 或者其他人帮我表备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 因为你减少了社交时间 你就多增加了回到自己创作跟生活 甚至最后面可能指涉 是生命本质的状态 那你可能肺炎流行的时候最关心的 你一定是有 你的家人或好朋友一定会问你说 你口罩够不够啊 你也没有什么次氯酸水 微酸性的啊 他其实是重新全面唤起 关系跟关怀 或者我们讲爱 一些很本质性的东西 所以疫病带来的状态可能是哀伤的 也有人很不幸 也有可能是惊恐的 但是他可能也是我们很身心被迫 随着外在环境重新去盘点 包括在社会建构 包括在社会投入做的事 或者我们as a human being 这件事情很深刻的意义 我想每一个人的自身感受 都会一人而异 每一个人观看自己 同时也观看到别人 因为它其实是关联性的 我在二月初的时候我就有写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说 那时候疫情还不是那么的全球爆发 但是我那时候讲一句话 去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结果没有想到 其实后来慢慢的 这个连结性就越来越强而已 那他真的最核心的就是 自己 individual 跟团体之间 他要重新有一个平衡的形式 那这个也是 我觉得应该说 他也会升起很多心 比方说 当你开始关心那些人的时候 你可能也会想到 可能比较遥远地方 一个贫民窟的人 他可能被禁足令在家了 他可能就无法生存 那我觉得也是 可能甚至是人类 整个社会结构的大反省 可是回到自己 像我就多了好多时间 我觉得去看我跟我公司的 伙伴的关系 去看我 比方我跟我家人的关系 那甚至说创作 因为创作是我扮演的身份 不管做一个作家 或一个艺术创作者 那我多了好多时间去回到本质的东西 我可能好久没有这种时间 可以慢慢看一本装持好的测页 或者是磨缩那些纸 去想像这个纸 我如果除了墨加亚克力颜料 它的纸的纤维够强壮吗 它装持的方式 它结合的地方 为什么它别纸要用这种材质 为什么它翻阅的工具 要用一个绿毯木的东西 那你就会把很多细节再讲一次 想一次 那这也是我觉得在这段时间 我最深刻的 那此外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 我有好多改变 就变得很专心写稿 其实不瞒静心姐说 做手末创作很快乐 其实写文章 虽然我从小就写 但是说真的 有时候觉得好累 结果这几个月 我写了好多篇 跟蔡思平的对谈 然后写一篇80年代的省思 很长的文章 那还写了几首诗 谈别的艺术家 就用诗来谈他们 原来它不全然是被禁制的 不全然是没有收获的 也不全然是危机的 危险的预感或恐惧 它其实带着是一个 你终于可以 因为外在被迫的禁绝 或者准禁绝 然后你好好的在陪伴自己的新一次 我觉得这是这一次肺炎蔓延的时候 我觉得我内心最深刻的感受 因为你平常 其实您的生活喜好有很多 射手做欧行啊 没办法 对啊 你看品名 然后书法 写诗 所有诗人能做的事情 您都包了 是 因为创作很快乐 你认识那么多创作的人 你自己在画廊协会 或者在担任理事长之前 你经营你的画廊 创立你的画廊 你也一定会知道他们都 我是油画毕业 对 都带着 而且或者你以前更年轻的时候 你在学花道或茶道 那些东西其实都是 A thing of beauty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 应该是祭祠的诗吧 美丽的事物是恒久的喜悦 这也是会有艺术或创作的原因吧 那我们总是把生活很妥贴 很谨慎 很慎重的过好 那这个应该就是艺术的起源 那有些时候我们是到达一些 其实它有一点点是像 到达你自己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写诗 我有时候跟朋友开玩笑说 那请就当机起当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个印象浮现了 那很多艺术家可能做的时候 可能他做一个大作品 规划很久 可是他最早的动力 一定是一个很象征的东西 很drive他去前进 那可是那种完成 其实是人类做一个有意义 可以创造的人的象征 那我自己是很喜欢创作 我很喜欢 你天天都创作吗 几乎我真的是 就是蛮认真的人 好吧 情能补作 有些时候 他可能也是 就像我很喜欢 陈念词的作品 那最近办公室搬家 我也把别人挂在 我自己办公室的 陈念词的作品 就搬到了家里去挂 那可能五月的时候 因为池上古昌艺术馆 要办一个 凯敬龙先生的展 那我又借展一些作品 那我因此 也刚好趁这几个月 比方要请人家修护换框 我原来就把这个艺术周边 装持的行当 然后跟美学 又再想了一次 我就想 那我不全然是一个被禁绝的人 那可是创作最核心是真的很快乐 有些时候 美就是莫名的喜悦 然后你也没有目的性 你就是看到了 虽然化学的理事长要管理很多 处理很多大家众人 我们讲公共利益 可是它最核心 都还是跟每一个美的个体 创造有关吧